大家好,今天來重複一次 來教大家怎麼修火龍果 我們今天講那個火龍果 那我看到這一顆看了就頭痛 這個架子當初是我搭的 我一開始種也不是這樣 但是它種到最後變這樣 那我們就要下狠手了 你看啊 一般這個我們下面都是兩顆 唉 沒有,火龍果就是這樣 種火龍果就是這樣 什麼時候可以修? 任的時候 長出來就開始修 對啊,不要讓它長這麼大 整個都找出來 下面的修掉 那上面呢 我們搭這個架子的目的 就是說讓它這個 枝條 往外延伸 延伸出來 現在先找出來 唉呀 所以這個 種火龍果就是這樣 你絕對不能脫爛的 你要 時時刻刻看到 你就要修 到最後這個都是 無法收拾的 而且它又浪費養分 浪費這個 都沒有用 種的盆子你好 還是種的盆子 都可以 有地,種地當然最好了 所以火龍果很好種也很好吃 但是就是平時不能脫爛 這是什麼 這顏色的 紅肉的 你看這個扁扁的 那邊小的我看都沒有 不是看扁扁 你要看它這個 菱角這個上面 如果是變白白的 那個就是白肉的 這個不是看 瘦瘦扁扁是要看 第一個看品種 第二個看你種的好跟不好 不是看瘦扁 來,要種了等一下再來撿 來來來來 不用急,這麼多 水先扎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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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都頭暈了 這個又忘了 這個又忘了 把它整理完 這好 是 它有事 我幫你拿 要整整 有 你想哪位撿這一隻啊 你的腰 它只是不同的品種 這個紅色的嗎 這個全都是紅色 馬上出來 有 黃龍 你看这一棵都已经倒到人家的地盘了 哎呀,伤脑筋 不是过高也要把它剪掉 不是过高,它这个 这棵是这一边的 好,这一棵就不管它了 好,不管不管 好,你亲门踏户了 就把你剪掉了 好 好 哎呀 下面的汁都不要了 它会一直每一个点都有出一个牙 你把那个牙全部弄掉了 保留一只,你会出花的时候旁边全部弄掉 把眼睛放到一个点上面 好,来,小心,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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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不要放这里 哎呀 这个我呢 这个我呢 底下也拉上去 看 看吧,看到最后 这一边有很多 本来就要这样剪了 它这样反而都不开花了 其实都容易 就是说你 种的过程,你随时就要去整理 你不能让它像这样 无限的生长 那你到最后要重新修 你看我们修掉那么多枝条 那些都是 白吃白喝的 白吃白喝听得懂吗 到最后也用不到 像这样的那边一颗 这边过来一颗 你看啊,它已经这么长了 都爬到人家的 这样一直交叉枝条,那就很乱 我们就是一定要这样 哎呀 过来 过来 所以你们不要太靠近哦 远远看就可以哦 直可远观哦 那像这个 短短的又 短短的就把它剪掉 这个一截一截一截 我们都叫香肠汁啊 就跟香肠的一截一截 这个不好 要长一点 那长一只的那个比较好 比较好看啊 这只要是它比较健康 好,我们这个就留一只上来 等一下到上面 我再 再跟你讲 老师这个火龙火放什么肥好啊 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吗 鸡肥就可以了 好 就不要放牛粪肥不够啦 牛粪肥 牛粪肥 嗯 这个红肉有些刺很多 这个红肉有些刺很多 上面有两根 好 小心 那这一棵我们这边过来 我们原则上一棵 大概让它有六根左右 那我现在把它修了 这一棵剩下 大概三根 好 把它都修干净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钢剑 钢剑 可不可以再讲一遍 怎么看它叶子都知道是白的 看那个零线 零线知不知道 零线我们去爬山那个 山顶那个一条床床那个零线 这个零线如果是 它有一点灰白干干的 那个就是白肉的 看这个零 看这个零 这是看那种 普通年轻的枝条 但是你如果枝条很老很老了 基本上你看出来都一样 它都会白白的 那像这样 这一盆我们大概 原则上 这一棵大概修剪就是像这样 那我们这边 好 很多人习惯就是在下面 这里就剪 对 那这个 不太对 我们要像这样 留上来 留上来之后 我们把它像这根平的 我们把它尾端剪掉 它这里就会出很多芽 这个尾端我们把它剪掉 它就会长芽 那我们大概这样一颗 大概是留六到八根 留六到八根就够了 这个我们把它剪掉 让它出芽 让它出芽 我们现在要先让它长芽 就是这样 我们尾端把它剪掉以后 就是让它爬上架 大概留个二十到三十公分厘米 那我们把尾端剪掉 那再来它就会长芽 它就会从这个芽 出来 那我们整个 这边倒的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留六到八根就可以 一颗 那 那 留上来就让它这样 一直长 长到大概一米长 不要急着又把它剪掉 因为我们开花 所有开花都是从这个 有刺的这个芽点 那刚才有人问是不是 结果果了就要剪掉 不是 因为它这个一根 每一个都是一个花或者是芽的一个点 花芽点 所以这个 基本上你这个刺 如果还刺做 还没有用 还没有长过芽 或开过花的 大概 我们到有三分之二以上 通通开过了 或者长过芽 我们就把这一根修掉 我们留其他新的 不是长一个果 就把这一根修掉 那你的 因为它从四月一直开花 像到现在这几天都还在开花 嗯 什么时候是最旺 呃 七八月 七八月 嗯 因为红肉的话 看品种 有些三月底就开始 正常的红肉大概四月底 五月开花 那白肉的话 白肉的话 大概六月才会开花 比较慢 因为天气的关系 白肉 老师你刚才说 三分之二以上的开工花 就把那一只就剪掉了 对对对 那我们为什么说 留六到八根 就是一开始这样留 那你到最后 你一两年以后 一般你都是维持这样一个 六到八根 一两年之内 你不要留新的 那你也不用把它剪掉 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就 全部开花 把芽点都用光 那你 就是两年以后 你开始留一些新的 优弊的 就是准备剪掉那个 老的 但是你老的肉 你如果种不好 它都没开花 没结果 你也不用把它剪 就继续留 老的枝条 它比较会开花 那像这边 我们现在就是三只 它是不是就很漂亮了 这一棵是 这一棵这边有 那 来 小心 那怎么知道哪个芽点开过花 或者没开过花 哎呀 来 你会剪掉啊 剪掉就有 就有一个痕迹啊 像这个刺都还在 它这个都没剪了 你看这个 这里有没有 这里它就是芽点用掉 这个是 结过果的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是 剪过枝芽的 有没有 这用掉 它 它那个 出过芽的地方 它还会继续出芽 但是它 就不可能再 开那个 开花枝 哦 它不会出花 包 这个要不要剪 那 像这个地方是开 没有开过花 这样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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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像这个 有没有 这个很明显的 它一个点在这里 这个就是 不是长过芽 就是花包开起来又落掉了 那像这个 有没有 这个 这个已经有剪过 这个地方它就不可能再有花包 那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 我们这样剪的剪的 那这个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哦 基本上这个 它就用掉很多了 这个 哦 我们一般如果三分这以上 就不要了 细细小小的 就不要了 哦 你看它开过花了 这个 它是不是就没有刺了 这个地方 它就不可能再开花 所以我们一般你讲 这个 这个 越界了 我们就不要它了 老师 还有一个 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 它那个花笔 开出来 开了 你没有长大 它就 焦了 就干了 就是没有受粉成功 没有受粉成功 好 我们先把这一颗解决 其他我就不管了 好 好来 那个没关系 那个就 像这样这里剪掉 就不对 你要让它大概 下面再长 哎呦 那这个为什么剪不对了 你要留长一点 让它有 掌心牙的位置 因为你都把它剪到这里 下面断了 断了 断了 断了不要 可以种上去 那我们这个拿去可以种吗 当然可以啊 就是 所以一般呢 一开始种的时候 你一开始就要辛苦一点 把它定型好 整枝好 到最后面都很好弄 不会像这样 哎呀 这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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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一棵 好 一开始我们就把它定型好 不要让它东倒西歪 那像这个就是这样 让它出来 然后这个它会长心牙 就是一边 一边六到八根 那中间下面有任何长出来了 随手看到就把它剪掉 随手就要剪掉 你说这六到八根是在哪里属六到八根 爬下来 在哪里生都没关系 就是这样就好 就从这底下属 底下的都 最好是从上面 上面总共有 对 对对 那像这个它没办法已经很乱了 我们就 帮它留一点了 那每一次可以长六到八根 就对了 留六到八根就好 留太多 你不是枝条留越多 它就开花越多 就是每一次给它留六到八根 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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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留太多 它养分就要分散 那我们一般你让它垂下 不要垂到这一尺多 你就把它去尾 你把它留长一点 留长一点 它是不是这根枝条 它的牙点就很多 那牙点是开花结果 就是开花结果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不用急着去尾 让它开花 我们把它留 像这个都还不够长 我们可以再长一点 到这里 到这里 我们再剪掉 那你就可以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 二十个牙点一排 那这个大概是二十个牙点 那靠里面晒不到太阳的 那个牙点都没有用 所以你种很多密密麻麻 它开花永远是外面 不会是里面的枝条 那像这个是菱形的 三角菱形的 它里面的都不会开花 一定是朝外有太阳的 那你到这样 就是让它 那你看你这样 比如说这根这里就剪断 那它有几个牙点 没有多少个 但是你这样留到下面 那你这样 我刚刚数了二十个 两边就四十 第三边就不用算了 第三边因为它不太开 那你如果留六根枝条 那是不是就两百四了 两百四十个点 对不对 所以枝条不用多 陈老师 请问那个坑坑八八那条 要不要剪掉 一般你如果在卖的人 他们追求是大 因为小就不值钱 所以一般他们在 都是留一到两个 就是一起 但是它不会 它就是小小的时候 花八就摘掉 那一般我们自己家里在种的 你留一个那么大 没有用 你如果是留三个 三个蹭起来 就比一个重 所以看你要吃大 还是吃多 你自己取舌 那跟小有什么分别 不一样 一样啊 就是大好看啊 那个长 那个有点 长得好有点怪怪的 这个不需要剪掉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可以不让它长新鸭 你可以从这里去掉 它后面就没有鸭点了 那我们一般有一种 在修鸭点 一般我们 台湾人的智慧是很高的 我们一般讲上面是 结果枝 那你下面这种 你如果不让它长牙 很简单 就这样 把所有的鸭点都剪掉 让它再 你不是还要再修掉吗 我上课讲的老半天 我现在才刚来 我现在才刚来 你刚来啊 我们下面就是不让它长牙 我们就把这个牙叠 我们刚刚讲的 它这有刺的都是牙叠 我们都把它修掉 修到地上会刺脚 它会烂掉 过了 过了 现在 现在 哎呀 要来插花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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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像这个 下面我们都不需要牙 我们都是 这个就是你现在辛苦一次 你就可以躺着好几年 哦 这样子剪 哦 这个 因为我们下面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通通 不要让它再留刃的牙 要上面的是吧 哦 我们当然外翻的就好了 再好整理啊 你这样它就不会再长牙 你就省得麻烦了 哦 那你就上面 通通把它修 修光这样就好 可以修这个火龙果 还可以修什么 哎 没有火龙果就好 你拿去修其他的浪费 哈哈哈 你把它修坏了 因为它这个很软 就是这样 你看到花一点时间 你把它都剪掉 再来它就都不会长新芽了 这个真的是要削 不会不会 这是芽点 那这个不能削 当然不能削 上面是要开花的 芽点是要留着开花的 怎么能剪呢 蛤 我也是把它剪掉 剪掉它就不开花了 芽点是开花的 我们最主要是把下面 奶爸我的就开一点点 哦 就是这样 它要教我几世肥 我们一般你肥的话 就是少量多餐 因为火龙果的花起 是从4月到10月底 像这个最近都没有花包了 其实最近应该要有的 它种这么多 才结这几个有点浪费 有点可惜 那就是我们一般你 像这种种地大概一个月一次 因为它是 像这个水分足够了 但是肥可能不太够 它是不是喜欢太阳 喜欢太阳 用什么肥 用颗粒鸡肥 只要有肥就好了 但你只要平衡平行一点 那你我们一般花季 像这个它花季很长 所以我们领肥可以每隔月给它加一点 加一点 所以现在还会长呢 现在它会长枝 它会长枝 它现在不会 不会长果了 已经休息了 休息了 好 老师 你这个是算一颗 对不对 这两颗 两颗 那你说每一颗 这边六到八根枝条 那边六到八根枝条 这样就够了 一颗六到八 那个是六到八 对啊 冬天要不要加施肥 冬天要多少一点不用太多 因为它这个都是绿的 而不是说冬眠的 这个是很移水太多不行的 就是一积的 还好 这个又不会积水 蛤 不会了 这不是泡的 它不会烂的 有些那个 通常也烂的 那是下面是黏土层 好 就火龙果大概是这样了 这是你初期 你一定要花很多心力去把它定型 那到最后你就可以奏响其成 那每年三四一月 它会长很多心牙 那时候那些心牙都把它剪掉 三四月以后你就 淡肥的比不要太高 淡肥它就会一直长心牙 这是偏重 淡肥也要有 但是零甲肥为主 OK 好了